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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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保罗教堂 这个地区中最早建成的教堂当属聖保罗教堂 其年纪可以追溯到西元604年 木头建筑的聖保罗教堂在洛城的71年后 不敌弹火焚烧而消失 日后的教堂都是木头搭建的 也一样都因为失火而焚毁 直到1087年 居民才上奏征服着威廉盖了第一座石材教堂 这座教堂日后屹立不了600多个春夏秋冬 好强哦 我觉得以前的建筑好像比较坚固了 虽然食材并非完全不可人 不过那家伙还真是个天才 圣保罗教堂人先是天主教堂 是个居民平时社交聊天的地方 后来交易买卖也进了教堂 甚至连官方反对的运动经济也搬进教堂里面了 圣保罗大教堂变成了新的变成了新教教堂 尽管后来在玛丽王后统治时期短暂变为天主教堂 1559年后由伊丽莎白女王再改为新教堂 并一直持续至今 维护圣保罗教堂的种种努力 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事件中不断地被拖延 尤其是英国内战和1666年的伦敦大火 这两大灾难都被波及到了圣保罗教堂 传奇建筑师克里斯多福雷恩 在他30多岁时被邀请重新设计圣保罗教堂 虽然日后他被伦敦大火所吞噬 克里斯多福还是让圣保罗教堂重获新生 在19世纪初 圣保罗教堂曾一度失去他原本缤纷的色彩 维护丽娅女王曾说 圣保罗大教堂既无生计犹拉他 也根本就不够虔诚 实战家玛丽亚哈克特和威廉维顿 前普尼斯发起募款重修圣保罗教堂 有趣的是 其中竟然没有克罗福特斯塔瑞 刚刚没有看这个 水手拉格啤酒 上岸的品酒笔记 你在刷我吗 你故意变得这些感觉记忆 变更这些感觉记忆 好让这种啤酒 喝起来依稀有鲜鱼 以及最近离婚的农夫下流的黑色泪水的味道 上岸 你为什么要去喝最近离婚的农夫的黑色泪水 是利贝卡 是利贝卡要你这么做的吗 这不太可能啊 这家伦敦啤酒工业 这是伦敦啤酒工业的高峰 在比利时大型企业 以及一般微型啤酒厂出现之前的高峰 这瓶酒不应该喝起来这么可怕不是吗